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三角海豬1G型的第二頁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本身的續作 他說如這個誘圖,PQRS呢 是這個圓周上的四個連號 那O是圓星 然後他跟你說,我令POS就是這一個角度 這個銳角叫做θ1 那QOS這個叫θ2 然後ROS這個叫θ3 那其實同學,我們現在可以很快的來在旁邊 把這個東西顯上去 我們從他給的這個角度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這三個角度顯然都是瑞角 然後再來是θ3 然後再來是θ2 會不會大一點 然後最大的角度是θ1 那這三個角度都小幾個尺度 好,我想這個是我們很細心可以看得出來 好,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他這個題目他要我們去比較 sinθ1,sinθ2 還有sinθ3的一個大小關係 那這個大小關係 我們可以怎麼來做判斷呢? 好,那請你來看一下這個圖景 我們現在其實可以很合理的來假設說 我們之前的課程沒有講過 這個圓如果是一個單位圓 會學什麼叫單位圓 所謂的單位圓就是說 這個圓的半徑 它倒是一單位的長度 那同學你看 這個角度是不是叫做θ1 那根據我們三角函數的定義呢 sinθ1 sin就是斜邊分之什麼邊 對邊嘛 那如果現在他是個單位圓 也就是說這個半徑的長度 如果是一單位的話 斜邊分之對邊 這個時候我的分母是1喔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sinθ1 其實指的就是誰呢? 指的就是這一段的高度 有沒有,指的就是這一段的高度 這個在我們之前的課程的筆記裡面 其實有講到這個部分 所以同學,你第一種 處理這個問題的模式喔 就是說 透過圖形來思考這個問題 sinθ1指的是這一段的高度 那sinθ2當然就是這一段的高度對不對 那sinθ3就是這一段的高度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課程上怎麼跟同學說的呢? 當θ是個瑞角的時候 角度越大 它的sinθ 它的sin的值 是不是也會跟著怎樣? 越來越大 那這件事情 其實從我們之前所學的那個 特殊角的三角函數值 其實就看得出來 同學,sinθ30度是不是二分之一 然後角度如果到45度的時候 是不是二分之更好二 到60度的時候 sin60度就是二分之更好三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它的函數值 有一個力增的距值 它的函數值是越來越大 所以其實從這個地方 我們橫換就可以得到 我們第一小題的結論 同學sinθ1主要 能列至大於sinθ2 然後大於sinθ3 這樣子同學你明白解嗎? 那cos的想法其實也是非常的類似 來,同學你看那邊 cos它是斜邊分之零邊 所以我們講cosθ1 其實指的是這一段的長度 好,所以同學你會發現 它的結論跟sin 剛好是跌倒的 它角度越大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一段的長度就越長 越短 cosθ1 是這麼短 cosθ2 它是不是變得比較長 cosθ3 是不是變得又更長 那你從這裡 從這個地方是不是也看得出來 你看cosθ60度 這個二分之零號的3 然後到45度的時候 其實它函數值是怎麼樣? 它是遞解的 然後到了60度的時候 變得多少? 二分之一 OK 所以這裡你會發現 誒? 它這個函數值 好 是越來越小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知道囉 對cos這個余拳函數來講 角度越大 它的尺反而越小 當這個sitta是個銳角的時候 OK 所以這邊的話 cosθ外想是最小的 是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題目 同學我們就先看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